大家好 我是天王王子 又過了一個禮拜啦 這禮拜跑跑更新了什麼呢 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吧 首先映入眼簾的 多了這個剪刀石頭布的活動 那我們就看一下今天更新的什麼 商城一樣是販售尋寶殺肉 因為時空探險團的活動一樣持續到下個禮拜 早上9點59分喔 而這個尼歐的新款測魂齒輪 跟這個補給齒輪一樣在商城有販售 販售到這個4月19號的早上9點59分喔 而釣魚任務這個特別慘包一樣到4月19號 不過他這個活動已經 釣魚的活動已經沒有了啦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不會有人買 好 然後就是這個今天更新的 鬼影無限加速的團體賽 在今天的早上10點到這個3月29號 就下禮拜的早上9點59分 這個期間內都有這個 鬼影的無限加速團體賽喔 在這裡 另外 有這個幸運的累積上限活動 在今天的早上10點到這個3月29號的早上9點59分 這個期間內累積上限都能獲得幸運尋寶殺肉喔 在這裡 如果累積到這個9個小時的話 總共可以拿235個殺肉 然後如果你有在特約的網咖 再累積到這個12個小時20分的話 總共可以拿435個殺肉 所以這個殺肉的數量是真的很多阿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去試試看喔 另外有這個鬼影無限賽車挑戰 在今天早上10點到這個3月29號的早上9點59分 這個期間內在玩這個鬼影無限加速團體賽的話 都會有這個出現一個挑戰任務 任務裡面都可以拿個尋寶殺肉阿 剪刀石頭布炸彈阿 就是給這個剪刀石頭布這個活動玩的 也還有這個幸運Showtime 在明天跟後天的晚上9點登錄的話 都會送你幸運尋寶殺肉30個 而在網咖 特約的網咖 則是送你60個喔 然後就是這個 剪刀石頭布這個活動阿 在今天 的早上10點到4月5號的早上9點59分 這個他有些任務阿 解完的話都可以拿這個剪刀石頭布炸彈 解完就可以獲得一些獎勵 再來就是今天那個 前兩周這個競速賽的 無限加速GP的獎勵已經發放了 我剛才已經開了 終於拿到這個 蜂鳴石了呢 剛剛終於開到這個蜂鳴石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拼到自己想要的 分數拿到想要的獎勵呢 今天都已經發放囉 而這個 幸運的道具GP一樣 活動一樣持續在 在這裡 使用探訓的任務一樣到這個 這個3月29號就是下禮拜的早上9點59分喔 一樣玩20回的話 送你幸運尋寶殺落30個 然後這個特約網咖的話 行駛20回送你50個殺落 而GP這個活動一樣持續到下個禮拜 另外就是今天新增的 這個鬼影模式跟這個剪刀石頭布的任務 第一階段呢 是要行駛 無限加速的團體賽5回 送你幸運尋寶殺落一個 剪刀石頭布炸彈一個 而第二階段呢 要行駛10回 送你10個殺落一個炸彈 第三階段也是行駛10回 送你20個殺落兩個炸彈 然後這個第四階段 也是行駛10回 送你30個殺落兩個炸彈 所以你總共要玩這個35場 鬼影無限加速團體賽 才可以拿到這些獎勵喔 再來就是這個剪刀石頭布的活動 競速賽行駛3回 就可以拿第一階段的獎勵 剪刀石頭布炸彈3個 然後第二階段是道具賽行駛5回 送你5個炸彈 以上就是他這禮拜的 任務 活動跟任務 主要還是著重在這個時空探險團 因為時空探險團就到下個禮拜 所以才會叫大家好好把握 賺這個殺落 然後 然後 可以換一些裡面的一些殘包啊 這些殘包都賣永久的嘛 殘包啊 然後車款啊 而每天這個 殺落都還可以買喔 每天都可以限購一次 然後三千Lucy這樣 所以這樣離Coco加起來的話 我想到下禮拜這個殺落可能都會破千個了吧 如果你要持續在掛機的話 還有這個出席任務一樣啊 如果升級的話 一樣都可以從10個變成20個殺落 這樣累起來是真的很多呢 以上呢就是這個禮拜的更新啦 啊對了 韓服這個禮拜 新增了新的 第二台的時代傳說車 這個炎文20 他是放在這個合成啦 我是不知道台服是不是也會這樣 所以我有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你都已經換到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如果看到欄位上有永久的車 如果三個這個 如果這上面這五排 五排都有這個 永久車的話 我是想說 是不是可以把它 他們都換下來 換下來之後 累積那麼多的車款啊 然後在合成的時候 和他 如果台服也是照這個模式出在合成的話 是可以這樣拼啊 我是這個打算這個想法 好啦 以上就是我給各位一個建議啦 也是我自己小小的想法 好啦 以上就是台服這個禮拜更新啦 我是劉門王子 平日的晚上呢 都會在no live直播 然後假日的早上 會在twitch跟youtube直播 晚上一樣會在no live直播喔 希望我的頻道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跟訂閱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啦 掰掰